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这位敬前的外邦人 参考经文 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 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 路德记二章三节 路德对南俄米的忠心令人敬佩 但是其中的代价实在不菲 他远离家园 与南俄米相依为命 甚至表示甘心克死他乡 跟南俄米在一起 生活非常艰辛 饥寒交迫离乡背景 而更糟的是 是他的家乡摩押 常常和以色列为敌 试问 他这个外地人 能给南俄米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田里拾取 留给穷人的脉穗 神要求以色列人 在收割的时候 要纪念穷人的需要 神说 在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 不可搁尽田角 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路德开始拾取神命令 以色列人预留给穷人的食物 来填补拿尔米的缺乏 这位来自摩押的外邦人 仿效 以色列女子所做的 是拿尔米 免受饥饿的折磨 这种意 就是爱神超过一切 并且爱灵舍 如同爱自己 就这样 路德的意 也为拿尔米 带来生命的食量 当路德解释 他是在什么地方 失去麦穷 拿尔米非常高兴 因为那些麦穷 是来自一位 敬亲的麦厂 这位敬亲 后来更为拿尔米 买熟田地 存留后代 今天我们也当高兴赞美神 因为他差遣救主耶稣基督 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的捆绑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着耶稣基督的义 拯救我们脱离罪恶 又满足我们 一切的欠缺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